刘仲敬 我对郭文贵的建议 我对郭文贵本人的建议就是 现在他已经上了战场 处在暴露的位置上 就要一不做二不休了 如果退缩 会导致更大的危险 前进会有危险 暂时危险较小 退缩 危险就会更大 所以如果碰上犹豫不决的事情 宁可冒较小的危险 让敌人在你的正面 不要冒较大的危险 让敌人在你的背面 第二就是 在目前这几个月内 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几个月 顶多11年 过了这个窗口期 他的安全形势就会大大好转 但是如果他在这个窗口期被人做掉了 比如被莫名其妙的交通事故做掉了 那再怎么样也都没有什么办法了 过了这个阶段 情况就会明朗化 因为尽管如裴敏新教授所说的那样 2012年是一个转折点 2012年以后 共产党中国对西方的态度 由防御性转为进攻性 以至于原先属于拥抱熊猫派的很多西方学者都感到沮丧 都开始公开地修改意见了 但是从历史纵向比较的话 共产党在西方扎的根和他能够动员的力量 比起当年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部署的那些匪谍来说是远远不如的 也就是说 如果比较的话 今天的中国尽管已经比1978年的中国强大了很多 暂时仍然远远赶不上1945年的苏联 而美国虽然出了很多腐败分子 今天它的实力仍然是远远超过1945年的美国 按照现实政治的原则 在人类已知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次是现实政治力量处于优势的一方会主动放弃自己的优势的 如果不讲现实而讲道义的话 那么无论是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道义 还是它作为自由民主国家领袖的道义 这两种道义都不会容许它跟共产主义发生关系 如果不讲道义而讲实力的话 一个比1945年更加强大的美国 不可能比1945年的美国更乐意放弃自己的优势 这个基本盘决定了共产党必然会失败 我们如果对什么事情还有争议 那就是我们不知道它会怎样失败 是以珍珠港式突袭的方式失败 还是不敢突袭 只敢做小动作 最后把自己好得油干登进 在这个失败的过程中间 他完全可能咬死很多像郭文贵这样的人 也可能咬死很多像你我这样的人 但是即使这种事情真的发生 就是你我他这样的人在临死的那一刻 也会像是1944年被日本人杀死的国军战士一样 尽管我没有看到广岛原子弹落下的那一刻 也完全清楚 杀死我的人是死定了的 是一定会失败的 目前的形式就是这样 你没有必要在这个窗口期增加自己的风险 但是你更没有必要在目前这个基本格局 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情况下 对自己最终的胜利失去信心 对郭文贵来说的话 我认为他最安全的做法就是 他应该培养一个政治型团队 这样他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死亡了 个人的死亡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你的继承人会在你自己选择的那个战场上战胜你选择的敌人的话 那你死了不过像是一个军官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一样 不但不是失败 反而是你的成功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生命的逃亡者 那么你牺牲了就是你绝对失败了 所以你要避免自己的失败 最好是进一步而不要退一步 全文完